大家好,欢迎收看由RG给您带来的江沟项目实战购物系统 今天我们来学习代码版本控制及Git的使用 首先来了解为什么要使用Git 我们的项目大家应该知道 做软件项目它肯定有不同的版本在不断的迭代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月做第一个版本 下一个月在这第一个版本的技术之上发布第二个版本 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完善 我们的代码量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或者说越来越优化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版本控制系统的话 我们就不能 我们只能够在某一个时间得到一份代码 对吧 那一份代码就是我们最新的代码 而如果这最新的代码当中有bug 或者说有什么重要的问题 是需要去参考老的代码的时候 也许我们将会就得不到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Git这样的一个工具 来进行一个版本的控制 还有一个就是分支的管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 它算是一个软件项目 对吧 那么它有它在发布 比如说Windows8的时候 它有什么企业版 专业版 然后还有什么家庭普通版等等 这些不同的版本 那么它们是基于同一份核心代码开发出来的 但是它们功能上又有区别 那么它们的代码上肯定就有区别 对吧 那么如何同时来管理这么多的 就是说基于同一份核心代码 怎么来管理这么多的分支呢 所以也就需要使用到代码版本控制系统 还有另外一个站在程序员的角度来讲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书写代码过程当中 和团队进行合作的时候 我们在发现某一段代码 我们觉得它很垃圾 或者说我们在发现了某一个惊天大bug 那么那个bug 你觉得不是我写的 那么这个时候 像Git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命令 叫做GitBling 就是责怪的意思 就是看这个垃圾代码是谁写的 以前是由谁提交的这段代码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 还有就是Git这个版本控制系统 它可以和像Ginkins这样的 持续集成的那些自动工具 把它结合起来 让我们项目的发布 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 好了 这就是使用代码版本控制的好处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Git 为什么要使用Git还没讲 刚刚只讲了使用代码版本控制的好处 那么使用Git 因为Git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代码版本的控制工具 然后它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版本控制系统 不像Subvary那样 Subvary它是有一个中心服务器的那种概念 我们要把代码提交到中心服务器去 大家有的同学会说 那你使用Git的时候 你也不是在往GitHub 或者说你们公司的代码托管服务器上面上传吗 为什么还说它是去中心化的呢 因为我们在网公司的代码服务器上面上传的时候 实际上是为了大家之间 团队的合作之间方便代码的交流 也就是说我们代码发布的时候 虽然说每个人 每个团队的每个成员那里都有最新的代码 那么我们到底以发布哪个的为准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这样一个代码服务器 但是呢我们并不担心这个代码服务器上的代码 丢失或者说损毁 因为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那个地方都有一份代码的拷贝 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使用一个Gi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Git的使用方法 也就是说它的一些常见命令 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下载了一个 从GitHub上面去下载的一个Git Cheat Sheet 就是Git什么快速查阅表吧 表面意思呢是一个作弊的表 然后它的主要的内容呢 也就是我们在使用Git的时候呢 需要一个最常用的那些命令 但是它罗列的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多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项目工程当中 进行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最最常用的Git的命令呢 也许就那么10来20个啊就那么10来20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Git怎么使用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Git是已经安装好了的啊 我来看一下GitVirgin对吧 2.5.0啊是安装的最新版本的Git 大家如果没有安装呢 可以啊我下来呢 把那个Git的安装的方法给大家放在那个大缸里面啊 自己去照着安装就好了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Git啊 他就支持这样的一些命令啊 开始一份工作啊 然后在这份工作上面呢 进行一些改变啊 然后是它的历史和一些状态啊 然后是我们的什么common history 也就是说分支的管理啊 这些东西啊 然后是收集代码啊 这样的一些功能就主要是这一些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是进行一个Git的那个配置 配置你的这份代码作者的名字 这份代码作者的你自己啊 也就是你自己的email啊 还有它的那个颜色的显示等等 这个呢在这个地方就先不给大家做演示 因为这个东西就直接你把Git安装好了以后 你把这份代码这个就把这个命令拷贝下去复制就行了 就能够设置你的那个什么名称之类的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不设置这个东西 它能够进行一个代码的管理吗 首先我们来要在我们书写代码的时候 肯定要先创建一个文件夹来管理我们的代码 对吧 好比如说我们要创建一个名字叫做 Test的项目 所以我们就makeDR然后test好了 创建了一个test的项目 然后cd进入到test目录 进入到test目录呢 以后呢 然后就是git init 然后git init后面呢 要一定要接一个什么 要接一个项目的名字 看到没有 project nam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项目名字也叫project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test 我们来现在返回到上级目录 上级目录 然后再来看一下 没有啊 我们来现场安装一下 应该也很快的 好了 去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录的塑形结构 你看test下面还有一个test 对吧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很多git hub上面的那个项目呢 我们会看到它外层有一个叫做它的那个项目的名称的文件夹 里头呢 里头呢 还装了一个它的名称的文件夹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来的啊 好了 我们test 进入到这个里面 好了 在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 这外层的这个test呢 你随便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 它实际上只是提供一个容器来装我们的这个项目 然后呢 这这里面的这个test呢 才是真正的来放我们项目的代码的东西 然后在这外面 我们也许可能会看到一些啊 config的配置啊 还有一些什么安装脚本啊 什么的 这个呢 也是和项目相关的啊 但是呢 它不是啊 属于我们项目功能性的代码啊 是这样子来的 好了 有了git init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git的命令来查看 它当前的状态 哦 我们cd test 好了 我们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叫做git 这里呢 有一个master啊 我装了那个啊 z 它有一个插件 可以显示我们当前在当前在git的哪一个分支上面 master呢 就是主分支啊 就是主分支 好了 我们现在来 假如说我们来书写一个文件啊 a.py 好 我们就直接print hello world 好 这就是我们的代码 退出 好了 git 现在我们会看到呢 这个啊 装了日系这个命令工具呢 它会提示这里就有一个叉叉啊 这个叉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分支已经做了改动 好了 我们来git status 是查看当前git的状态 他就说了这里呢 还有一个 有一个ontracked 就是没有被跟踪到的文件啊 是我们刚才新添加的 好了 也就是说它有改动 我们没有跟踪到 我们要跟踪到怎么办呢 就是用git add git add a.py 这样 git 再来status 看一下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所用到的命令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命令啊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它有一个已经跟踪到的文件 但是是我们刚才呢 新创建的 对吧 很智能 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要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 这份代码我已经写了 要进行提交了 那么就git commit -m -m是什么意思呢 commit是提交的意思 -m是什么意思呢 -m就是 备注 comment 备注的意思 然后在后面打一个句号 打一个双引号 然后里面写上 比如说第一次提交 好了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提交呢 它就告诉我们呢 请你告诉我你是谁 你在哪里 好了 我们就按这样子来设置 比如说 这里呢 写上你自己的邮箱 然后呢 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好了 然后呢 再来提交 好 我们已经提交了 再来 git status 就看不到 他说你的 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要commit 也没有 这个目录呢 都是干净的 好了 这个地方的那个叉叉呢 这个地方的叉叉呢 也已经消失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常用的命令 git init 已经介绍了 我们还顺便介绍了啊最常用的一个那个添加 好了 然后是git clone git clone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拷贝项目 我们来打开这个 git hub git hub上面我们随便来找一个什么呢 叫做 我们比如说最近在做微信的开发 我可能需要别人的一个项目来做 好 这里有一个项目对吧 这个项目是别人封装好的微信的一个基于node的API 那么我们想要使用它 或者说我我想要给它这份 我也想要来开发这个项目 我想要给它提交代码 对吧 我想要来更改它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切换到我的用户的主目录来 我现在是到了另外的一个 像我想要参与到另外的一个项目里面去开发 git clone 把这个链接 这个git的链接呢 给放在这里 然后敲回车 速度呢稍微的有一点慢 因为这个git hub的 服务器呢是在国外的 好 再来查看 是不是这里就一个WeChat API 然后cd weChat API cd weChat API 看到了这里也是master 我们就看到了这里面的代码已经被我们全部的download下来了 git clone呢实际上就是下载 就是把代码把服务器上的代码给下载下来 好了 这一个命令已经讲解完毕 然后再是git status git status已经在使用了 然后是git diff git diff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 随便的做一个更改 比如说我们vi index.js 然后呢 我把 比如说我现在又复制了这个 我现在呢 给它稍微做一个更改 这个只是呢只是纯粹的演示 只是纯粹的演示 这份代码呢 没 肯定是有错误的 但是我只是表示我有更改 好 我退出 退出以后 这个红小黄叉呢又出现了 然后 git status 好了 git status就看到了我们的已经有那个index.js呢被更改了 然后再来看git diff git diff意思就是呢 查看当前 默认的情况下就查看当前我们这份代码当中 所有被更改的东西 好了 就会看到这里 增加了一行啊 前面有个加号 在a文件呢 就是原来的文件 b文件呢 就是修改后的文件啊 然后呢 这个 这里呢 就是写的是第几行啊 第几行 第四行 第一行啊 看到没有 加一是第一行 然后呢 是增加了这样的一行 这个呢 是共同的一部分的代码 代码是没有用颜色高亮起来的 好了 我们按q退出 这个呢 是查看所有的那个被更改的地方 然后呢 还有个git diff 比如说我们只接这一个文件 那么就是只看这一个文件的更改啊 大家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区别 好 再来看其他的 git reset呢 就是 重置 代码的重置 然后这个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小心 也许你可能更改了一个代码 更改了很 更改了很多啊 只是想要回退一点点的话 这个会有问题的 所以呢 现在呢 不给大家讲解这个 详细的去讲这个啊 因为太耗时间了 然后再来看一个git branch 它的意思呢 就是分支 我们现在这里呢 只有一个master 我自己要切换一个分支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给这个WeChat API 我想要给他提供某一个功能 我想要重新切换到一个分支上面去做开发 git check out 这个呢 就是剪出代码的意思 git check out 比如说-b就是到哪个分支 然后呢 比如说 这个我们一般不这样命名啊 feature 比如说feature g做一个feature的意思呢 就是某个功能啊 就是比如说我给他做个功能 或者说 比如说什么呢 发通知的功能吧 对吧 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切换到了一个新的分支 然后现在呢 这个新的分支里面呢 也有代码 这里的代码呢 实际上和我们那个master里面是共用的一份的 好了 我现在也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 git status 这个代码呢 在没有被应用之前 这个被修改的代码 它在没有被提交之前 它是不属于 不属于任何一个分支的 懂吧 如果我现在在这个分支上 来进行一个git commit的操作的话 实际上就把这个index.js的更改 提交到了feature.notice上面 分支的概念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说 不同的功能 或者说不同的开发等等 然后再来看一下git merge git merge呢 实际上就是代码的合并 代码的合并 代码的合并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比如说我在git 我在我的这个feature.notice上面呢 进行开发了很久 然后呢 我明天明天这个master组分支 也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github 那个服务器上的代码 他的作者可能又提交了新的代码 我的代码和他的代码 要融合在一起进行工作 那么就需要合并代码 要把不同的更改的代码 合到一起来 就用git merge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实际上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git merge呢 用的不是特别常用 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git rebase 它呢可以按照时间线 把代码进行不停的打补丁 然后可以查看的很清楚 好了git RM git RM就是删除 从我们的文件里面去删除一些 从我们的项目目录里面去删除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比如说git RM index.js 看它是什么效果 它说了error 你的这个文件呢 是本地已经修改过的 所以你想要删除呢 必须得加上-f 我们来加上-f 强制性的删除 再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git RM 它并不是有些人 我们有的时候理解的 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跟踪已经add的代码 然后把它给去掉 不是的 它会把整个文件的都给删除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git RM 这个呢 也用的相对的少一点 然后git log 再来看一下git log git log呢 也就是说 它每一次 每一次提交的代码的历史 这些呢 都是注释 这个是谁提交的 这个是多久时间提交的 它的commit编号是多少 每一个commit都有一个hashi 来进行编号 来进行唯一的识别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 什么常用的呢 git log git stash git stash呢 是暂存的意思 暂存呢 我们也是用的比较的常用 但也不是很常用 这是说 我们在进行代码的更改了以后 然后呢 又不想提交它 然后要进行分支的切换 这个时候呢 可以会使用到git stash 这里呢 也不做太多的讲解 git fetch和git merge 也不做太多的讲解 因为时间有限 然后我们还要讲一个最常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git push 就是说 我刚刚已经 现在我们切换到 切换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提交 有一个commit 对吧 然后呢 git push push呢 就是push到 我们的 哪一个分支去 git push 它可以把当前分支 push到某一个分支去 或者说 push到某一个代码的仓库去 我们来看一下 remote git remote 就是说你远程仓库 像我们那个github 有一个远程仓库 实际上我这个test呢 刚才只是在本地创建的 然后我现在可以 在github上面 创建一个新的分支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比如说也叫test 然后git remote add 然后来添加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来就是这样子 添加一个名称 然后再是一个url 就来添加一个远程的仓库 然后我们就直接git push 比如说orange 原来的 原来的 然后master 这样子呢 也就是说把我本地的master push到远程的master上面去 这样子呢 在github上面也就有了这一份代码的拷贝 这样子来进行代码的管理呢 我们就随时的能够知道 我代码变更的所有的历史 这是使用我们那个代码版本控制系统最核心的一个功能 好了 这就是最常用的代码 最常用的git的使用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git的一个分支的管理的模型 这个是master 这个数字往下呢 是时间线 在我们实际的企业级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就是这样的 某一个人 我们先初始化了一个项目 叫做master 初始化了一个项目 这个分支呢 默认的就是master 然后呢 我们会在我们的代码仓库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 叫做developer 然后这个master的作用呢 它实际上就是用来 代码的一个 主要代码的一个最新的 最新提交的那个主要的代码 然后呢 这个developer 是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分支 使用频率最高的分支 然后feature branch呢 feature branch是 我们开发人员 开发功能的那些分支 都是从developer上面进行checkout出来的 这个master呢 实际上是用来 来往线上发布的那个版本 往线上发布版本的代码 然后呢 实际的工作流程 就是这个样子的 创建一个master 然后呢 再给他 同样的checkout到一份developer 这个developer呢 是我们的远程仓库里面有 然后开发人员呢 把这个developer呢 同样的要 把它pool下来 pool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从开发人员自己的developer上面呢 checkout到一个feature的分支 好 然后进行代码的编写 编写完了以后呢 然后commit提交到developer上面去 然后developer呢 再把它给其 再从developer上面 提交到我们的brunch上面去 实际上对于我们远程仓库里面来说 他只看到的developer和master这个分支 然后这个hotfix呢 也就是说我们线上代码的一些热修复 比如说我们的网站项目 正在线上跑的时候 某一天因为某一个bug 然后他突然就网站崩溃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及时修复 就不能说你切换到developer上面 然后在本地再慢慢的开发 慢慢的修复bug 修完了以后 再把它推上去 推到release 怎么样的 然后再去发布 不是这样的 然后就直接从master上面 checkout一个hotfix分支 然后在这上面进行快速的修复完了以后呢 就直接给推送到master上面去 然后呢 整个bug就给修复 这个模型呢 我也会放在我们的代码的 放在我们的那个课程教材当中 然后大家下去过后呢 认真的理解一下 这个有一个文章来专门介绍它 我也会把那个文章的链接呢 发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那个代码版本控制的系统的 主要的内容的学习呢 就到这里 再见